2024年上半年 全国新兵运输工作今天全面启动 新兵们经航空 铁路 公路等方式 陆续从祖国四面八方汇聚到火热军营 开启他们的军旅生涯 今天上午 北京市千余名新兵 在各火车站 军人后车室内整装待发 奔赴各自的战斗岗位 在河北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 新兵们整齐列队 登上飞往祖国边疆的班机 作为一名大学毕业生 写笔从容保家卫国的理想马上就要实现了 在今后的军旅生涯中 我将用我所学的知识为部队天光 为家乡天彩 为加大新兵服务保障力度 浙江温州采取高铁站加军工站联动保障模式 开辟专用后车区域 并派出专人引导服务 为新兵提供全方位 全流程保障 确保新兵安全顺利舒心到达军营 在这送别的时刻 真心希望他们能在军营这座大熔炉里面 摆练成钢 早传捷报 我们也将一如既往做好服务保障 一人参军全程欢送 新兵启程前 各地举办多样活动欢送新兵 在革命红船启航地浙江嘉兴 军地联合在南湖革命纪念馆前 举行隆重欢送仪式 向每位新兵赠送红船模型 勉励他们弘扬红船精神 使致报国强军 全体新兵还重走一大路 参观南湖革命纪念馆 接受红船精神洗礼 我将牢记家乡父老的嘱托 在部队刻苦训练 用创家计 不负报国之志 辽宁省本溪 锦州 银口复兴等地 举行研制雷锋足迹建功军营 弘扬雷锋精神 投身振兴等 主题活动欢送仪式 增强应征入伍新兵的奉献意识 和家国情怀 面对先红的军旗 新兵们立下献身国防 史志强军的蒸蒸誓言 在安徽马鞍山东站前光场 入伍新兵身着迷彩 披上光荣入伍的寿袋 带着家乡人民的殷切期望 在铿锵誓言声中 踏上参军报国的征程 我们作为青年人 就应该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张根基层 构先立点 现在我已经做好准备 今天上午 在山东省龙口市文化广场 成千上万的群众 自发地涌上街头 热烈欢送新兵 龙口市人武部 还把为立功受奖家庭 集中送喜报活动 搬到了欢送新兵现场 激励新兵们 建功军营 报效祖国 新兵们精神抖擞地 跨过荣誉之门 怀揣着建功立业之志 始至报国之心 踏上军旅 新征程 今天我成为了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 到达部队之后 我一定认真学习 刻苦训练 早日为家乡争光天才 按计划 今年上半年 新兵运输工作 将于3月31号全部完成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